大家好,欢迎收看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,今天我们会讲一下,美团是一间很出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,大家对它的外卖,评论,打车,和共享单车生意都非常熟悉。 最近,美团开始进攻企业用户的市场,推出一款名为美团企业版的一级企业消费管理服务,目的是帮助企业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率。 在今天开始和大家一起详细研究美团之前,记得帮忙在下面给个赞,还没订阅和关注我们的朋友,都要帮忙订阅,还有记得开个小铃铛接收我们频道的新片通知。 早是2016年7月,美团的总裁王兴就率先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理论,预测互联网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,将会由消费者市场用家增长驱动转变为企业用户产业链效率提升。 同时,美团开始对企业用户市场进行布局。 根据美团2016年财报显示,它将企业消费业务分成三个部分,包括餐厅管理系统,快劳进货和美团小泰,都是递属于美团三大业务无快中的新业务范畴。 到了刚刚4月13日,美团企业版发布会上,美团高级副总裁及到家事业群总裁王浦中公布了美团企业版的信息,同时发布了全新品牌形象和手机APPs, 计定了未来5年之内达到帮助10万间企业降低过100亿成本的目标。 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3年3月,美团企业版已经为大约过万间的企业客户提供服务,涵盖生物医药,金融银行,大消费,新能源,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等,超过二十几个行业。 美团作为中国本地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,在消费者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用户和商家的资源,具备丰富运营经验和数据。 这些经验和数据对于美团进攻企业用户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,可以帮助美团更好地了解企业用户的需求,提供更加精准和贴心的服务。 过去,有很多企业的员工经常面对电付费用,手工贴票,报销流程复杂又重复的工序,人力行政,财务,采购等部门员工同时也经常面对员工意见不一,沟通成本高,票据核实量等很多的问题。 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缺乏全面一暂式企业消费管理解决方案,据相关客户数据统计显示,在用了美团企业版之后,每个月每个员工平均省4.4小时的工作时间,也为企业财务相关流程提高了90%的效率。 黄袍中继续表示,随着经济不断发展,企业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,管理难度也随之而增加。 企业数字化管理正在向细节发展,由组织管理数字化发展向员工管理数字化。 同时,员工的需求也都向多样化,稳质化,弹性化转变,这些对企业消费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而当利用美团的优势和企业痛点结合起来的时候,美团企业版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一站式消费管理,真正令员工的时间和精力由无意义的机械式劳动释放出来。 由今日开始,美团将会为企业用户全面开放丰富的消费模式加上商户选择,令每次消费都可以同用美团的方式一样这么简单。 在互联网业务竞争里面,消费者市场一直都是各大平台争夺的主要对象。 但现在随着市场竞争加剧,各大平台都开始进军企业用户市场,争夺企业客户。 在这个情况之下,只有同时得到消费者市场和企业用户,才可以进一步抢占市场。 美团企业版就是美团以消费者市场的基础,不断努力研究的一次尝试。 这个玩法的逻辑就是瞄准企业用户的弱点,利用自己长期在消费者市场的优势去解决企业而对的难题。 即是说在今次的互联网业务竞争上面,谁可以同时拿到消费者和企业用户的市场就有优势。 美团之前已经成功这么是建立了强大的消费者市场,现在还开始发展到为企业提供服务,除了可以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之外。 同时也可以透过为企业用户,提供更广泛,更优质,和更深入的服务,从而得到更多的商机,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地位。 其实美团进攻企业用户市场的时候,也并非孤军奋战。 相反,美团通过和其他业务的深度融合,实现了全生态竞争。 例如,美团外卖和美团企业版的深度融合,可以帮助企业用户实现员工订餐,管理订餐费用等多个方面的管理。 而根据美团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来看,自从美团进入社区团购竞争之后,在第二季度已经实现了转规为盈,之后维持连续第三个季度的盈利,盈利趋势已经十分明确。 美团全年收入达到2199.5亿人民币,同比增长22.8%。 在第二季提前达成盈利转规为盈之后,美团在2022年下半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盈利增长,令到全年调整后正利润达28.3亿,而良好的表现不单只是成长速度上,还有质量上的成长。 报告期内,公司经营效益显著上升,经营利润率上升至16.6%,经营性现金流证额由负转正。 虽然公司聚焦节省成本增加效益,压缩整体行政费用,但并无缩减研发上的开支。 相反,研发新产品仍然是美团的发展重点。 2022年美团继续加大科研有关费用,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200亿,研发费用开支同比增加24%,达到历史新高,值得留意的是, 这份财报亦都是美团开始社区团购竞争之后,第一次转规为型,是与新业务的分布和战略有密切的关系。 2022年第四季度,新业务分布收入同比增长33.4%即167亿,经营亏损大幅收窄,同比减少了32%即64亿,也证明了转规为型的成效。 在新业务发展里面,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。 2022年美团优选正式升级成为品牌明日达超市。 根据资料显示,升级后的明日达超市进一步覆盖城乡自提点网络,增加和丰富更多的产品,形成一暂式购物超市体验。 有业内人士指出,这次美团发力升级之后,明日达超市就可以和天猫超市,京东超市展开竞争。 根据业绩报告披露的数据,第四季度贡献的交易金额战比明显有增长,自提门店已数超过110万个,升级战略成果显著。 事实上,新业务各分部都有明显的效益,各自在盈利的道路上大幅增长。管理层在业绩报告会议上都说到,商品零售在2022年都有非常快的增长。 根据财报,美团买赛在2022年第四季度录得强劲增长,平均订单价格和交易次数都有持续增长。 同时亦都透露,快劳业务企业版,目前已经在全中国范围里面,实现出城市级别的利润,是全年业绩报告来看,美团业绩已超过了市场一般的预期,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投资者对于新业务分部的信心。 尤其随着疫情影响因素逐渐消失,消费进入复苏性周期,新业务分部的弹性有望进一步得到释放,盈利周期亦将进一步收集。 今集讲到这里,最后总结一下,今次美团进军企业用户市场,是有极深层的战略意义。 通过在消费者市场上积累的经验和优势,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,提高自己市场占有率和商业价值。 对美团的股价有可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,未来,美团可以通过为企业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,尤其是如果企业用户市场业务表现良好,获取更多商业机会, 就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关注和投资,进一步提高自己竞争力和商业价值。 在我们的运算预测里面,在没有加入世界性经济、局势等因素的情况之下,美团股价可于两年之内可有高达50%的增长。 当然,市场环境和竞争情况都可能对美团股价造成不良影响,所以大家都必须要注意投资风险。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继续和我们讨论,如果今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,麻烦帮手按赞,开个小铃铛和分享给身边有兴趣的朋友, 也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,接收最新投资和财富资讯。我们下次再见,多谢大家收看。 ,多谢大家收看。